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有规律 而这一天却反常的早起 是因为前天晚上他们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是孙女公子打来的 但与平时问候的电话不同 公子的声音听上去相当的紧张 音量的很轻 他跟接电话的奶奶说 现在叔叔在洗澡 我偷偷的打电话给你 明天早上五点我过去 憋缩门 还没有等奶奶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公子就匆匆的挂断了电话 奶奶并不清楚他口中的叔叔是谁 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大早就要做出如此怪异的行动 但凭直觉他感觉这件事情不妙 所以还是先按照孙女说的做 清晨五点整 门铃响起 公子也顾不得爷爷前来开门 迅速的自己打开门跑了进来 随即锁上了大门 公子抬头看了看奶奶 然后开始嚎啕大哭 整个人支撑不住 跪到地上 之后的几天呀 公子就睡在了奶奶为他提前安排好的卧房里 除了吃饭 洗澡 上厕所 他整天都会躲在屋子里 几乎是没日没夜的睡觉 看到孙女的样子呀 老两口不用说也能感觉到事态有些不对 趁着公子吃饭的时候 奶奶悄悄地问他 出了什么事 而公子无论当时心情是如何的 只要听到奶奶问起这件事的时候 便立即嘴唇紧闭 一言不发 还有一件事情啊 让人家更加觉得不安 那就是奶奶在无意间看到了公子换衣服 发现公子身上到处是郁亲 难道这是公子的父亲亲自打的吗 公子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他的爸爸亲自在1990年呢 和前妻离婚了 之后独自带着公子生活 亲自的职业呢 是一名房地产中介 这个职业在日本泡沫时期十分知晓 亲自也因此攒下了一大笔钱 但在1991年 亲自认识了一名有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 于是两人开始同居 后来因为各种矛盾 于1994年分手 亲自便带着公子搬进了公司的宿舍 而且与自己父母融葬夫妇的往来也减少 说句实话 奶奶已经有大概六七年没有看见过他 于是奶奶慌了就放适许问 最近你爸爸怎么样 公子犹豫了一下 之后很小声的回答说 爸爸出差了 首先房地产中介出差 这很不正常 还放着女儿不管 况且还殴打女儿 这一点呀让爷爷很生气 爷爷当即就准备让公子打电话给爸爸 要爸爸回家 公子说 其实他也很久都没有联络上爸爸了 然后他开始陷入了沉默 一言无法 老两口满腹疑团 但也不能逼迫孩子 只好继续照顾孩子 在这期间呢 公子拜托爷爷融葬 用他自己的身份证为公子开办了银行账户 一周之后的一个晚上呀 一名不速之客敲响了融葬家的房门 来的不是别人 这是融葬的大女儿 亲自的姐姐 雅子 看到姑姑牙子的身影呀 公子不但没有高兴的迎上去 反而惊恐的瘫倒在了地上 随后连滚带爬的逃回了自己的房子 融葬夫妇正奇怪于孙女异常的举动时 牙子先开口了 爸爸 公子回家了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随后他偷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后 对电话的那一段说 我在外公家呢 晚点再回 乖 你先睡 听着这口气 应该是跟他的儿子在打电话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一通对接暗号的电话 电话的另一头牙 是一个一直蹲守在荣家家门外的一个男子 在对接暗号之后 这个男子按下了门铃 荣家很奇怪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办法呢 他走出去看了一夜 这个男子穿着西装 戴着眼镜 丝丝纹纹纹的样子 男子说他叫宫崎 是雅子的男朋友 想接一步说话 荣藏便把宫崎请进了屋 带到了隔庭 雅子和宫崎肩并肩地坐下 宫崎开口说 今天来就是想跟长辈们正式见上一面 然后希望能谈谈我和雅子之间的婚事 宫崎介绍了说 他和雅子是通过亲自介绍的 当时呢 他是一名电脑工程师 在亲自的手下工作 帮他设计彩票中奖预测软件 亲自几年前呢 辞去了房地产中介的工作 想着和宫崎一起开办一个软件公司 因为创业后工作非常繁忙 经常海外出差 于是呀 亲自就提议 女儿公子委托给宫崎照料 直到18岁 亲自呢 则会安月支付给宫崎生活费 再后来 因为欣赏宫崎的为人 于是把姐姐雅子介绍给了宫崎 两个店人已经我约 现在 雅子已经彻底办完了离婚的手续 可以再混乱 雅子也同意了自己的求婚 并常常两人出双入队 雅子更是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为宫崎解决了多次公司资金周转的问题 但在前段时间呀 宫崎发现 公子投了公司保险规律的一笔巨款 然后失踪了 他麻烦雅子说呀 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而且他还答应雅子不报警 毕竟公子有错在先 小偷小摸的事情传出去留了底不好 今天借此机会 看看公子是否在这 当然了 也就说了一下和雅子结婚的意愿 龙藏夫妇呀 看着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青年 听着他跟自家儿女的缘分 慢慢的放松了警惕 也感谢他这么多年来 一直照顾着公子 老人家劝公子下楼 公子走下了几个台阶 看到了宫崎 他一只手指着公子双腿发颤 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转身逃回了自己的房屋 公子呢 也不急着追上公子 然后突然严肃的询问龙藏 公子回家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呢 龙藏便将公子借用身份证 办理银行账户的事情 告诉了公子 公子皱了这眉头 用忍惊的语气说 公子最近呀 结交了一些不良的朋友 可能就是那些人 纵容着公子做一些坏事 他担心公子开账户的目的 就是把这笔钱先存起来 然后跟那些不良少年出去回购 龙藏想起来了 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呀 确实也在公子的包里 发现了十几万现场 龙藏有点自责 他说他无法向亲子交代 询问是否能带回公子 他会和公子好好谈话 并且继续抚养和照料公子 龙藏还有一所警惕 他回答道说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先听听公子的意见吧 于是他就上了楼 好不容易的把公子劝了下来 让他坐在桌前 龙藏呢 亲切的跟公子说 之前是叔叔不好 不应该对你这么粗暴 现在叔叔也很后悔 而且照料你的孙阿姨 也相当的自责 你看今天咱们先回家吧 我会跟爸爸好好解释解释 不会让他打你的 公子连头都不肯抬 只是一直拼命地摇着头 身子往后倾斜着 龙藏见公子如此地抗拒 也不想勉强孩子 但如果孙女真的变坏了 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所以他提议 今晚先让公子留在家中 明一早和奶奶一起将公子送回去 没想到 之前门志彬彬的公子呀 此事突然变了凶效 他站了起来 斩钉叠叠说 不可以 爷爷的溺爱让监护变得没有意义 今后公子该如何教育公子呢 所以今天必须带公子回去 此时牙子也站了起来 站在了公子的身边 表示对他的支持 公子急哭了 左右为来的爷爷和奶奶 看着丝毫不肯退让的公子和牙子 只好二位公子说 今天要不先跟公子叔叔回去吧 明早爷爷奶奶去看望 说完荣赞抬头望着公子 公子呢 也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于是在所有的坚持下 公子被姑姑牙子呀 半推半拉的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开始收拾行李 奶奶瘦子呢 也跟着公子进了房间 公子草草地收拾了自己的睡衣和外套 将它们塞进了随身携带的背包里 趁着姑姑转身的功夫呀 他连忙将一团纸团塞在了奶奶的手里 之后便跟着公子和牙子出了门 坐进了公子车的后座 在大门口送别的时候 为了保险起见 爷爷呢 留下了公琪的住址和电话 公子被塞进车里的时候呀 后座上其实早就有一个人等着他 那个人 就是前面公琪提到的孙阿姨 他四十出头 留着不合年龄的娃娃头 看到公子后呢 露出了僵硬而又诡异的笑容 公子这时候已经彻底绝望 不敢抬头看孙阿姨的脸 公子回到家中 听从孙阿姨的指令换上了睡衣 然后被变繁锁在了屋内 爷爷和奶奶呢 在公子走后呀 便心神不宁 奶奶突然想起公子临走时的纸条 打开一看 弯弯扭扭地写着 叔叔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请一定要来接我回家 短短的两行字 让两个老夫妇呀 细想之后毛孔悚然 于是他们决定 明一早就去接孩子回家 第二天早上九点 龙葬拨通了公子留下的电话 电话那一端呢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龙葬忙着解释打电话的蓝意 但是电话那边的女人说呀 公子一早就去打工的美发店参加集训了 该培训需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呢 联系不到他 爷爷根本就不曾听了 听说公子在外打工 还继续追问说 那理发店在哪 培训又去哪里了 但对方只说不知道 然后挂断了电话 此刻龙葬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现在更担心的呀 是公子的安危 几天后 当老苗口正准备报警的当下呀 家里突然来了个电话 电话是公子本人的 言语态度很愤怒 话语呢也很不敬 公子说是爷爷奶奶多管闲事 并不断的诅咒老人家 最后认出了一句话 别再找我了 不然我就去自杀 然而这并没有进入老人 见多时光的老人意识到 公子被挟持了 他们不敢贸然行动 如果报警可能对公子更不利 所以他们拨通了女儿 牙子的电话 想侧面再打听一下公子 牙子的态度呢 也是很不待烦的 说公子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公子一直在给大家添麻烦 大家都忙 不要无视神断了 两个老人就在这样 进退两难的境地里呀 几周的时间过去 三月五日深夜十二点 荣葬的电话又一次突然的响起了 打电话来的依旧是公子 与上一次满嘴脏坏的他不同 公子的语调呢 又回到了最初打电话时的 小心谨慎 几乎用耳语般的音量说 明天凌晨我从这里逃走 大概五点到家等着我 次日五点半 令人发疯的激情仍在继续着 六点整 公子还没有任何消息 就在爷爷奶奶以为公子 逃跑失败的时候 六点二十分 家里的电话再次响起 公子急切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 我在国道路边的加油站 请快来接我 不然一切都晚了 爷爷奶奶连外套都还没有来得及穿 慌慌张张的出了门 车子沿着海岸公路飞驰 三十分钟后 车停在了公子指定的停车场 公子此时躲在停车场边的灌木丛中 警惕着看着来往的车辆动静 当他确认龙藏没有被跟踪时 又慌张的从灌木丛中跑了出来 直接冲进了龙藏的车里 也许是一夜之间惊涉了太多的惊吓 或者是自己沿着国道逃跑时 劳累过度 公子随后便陷入了昏睡 龙藏将车开回了家里 让奶奶先回家看看情况 心思缜密的他呀 明白一点 公子再次从公旗下逃跑后 公子一伙人一定第一时间往家里来找人 于是他再次启动引擎 带着公子把车开到了远离市区的山区里 他询问公子这段时间内的遭遇 公子什么都不肯说 然后他突然坚定的说 你的爸爸亲子其实已经死了吧 听到这句话 公子立即堆落雨下 他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道 爸爸他被叔叔杀掉了 龙藏的心里咯噔了一声 一直以来的不想预感果然是真的 他强忍着自己处杂的内心 将公子抱在怀里 对他说 咱们去警察局报警吧 你别怕 在警察局里 龙藏和公子向警方说明了蓝意 随后一名女警察呢 将公子带到了一间单间进行了笔录 这次笔录时间持续了数小时 直到半晚才结束 女警察拿着厚厚的一罗纸走出房间 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深情 他告诉爷爷 公子要么是受到了刺激太多 导致精神错乱 要么就是他们遇到了一起 迄今为止最为恐怖的连环杀人案 爷爷想问一下细节 女警指着笔录中的一段内容给他看 上面写着 公子命令我用茄子拔掉自己的脚趾甲 作为逃跑的惩罚 女警察说 她看到了公子受伤的脚 惨不忍睹 警方将公子作为重要人证保护了起来 戎藏则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回了家 那么她回家之后 究竟会发生什么 为什么警方说遇到了棘手的耸人案件呢 公子的背后 究竟隐藏了多少显为人知的秘密 她又是如何杀害了亲智的 未婚妻雅子是否知晓会参与了这一切 而那莫名的孙阿姨又是谁呢 请不要放弃这个故事 后期的内容会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